底下呢还有一种叫less less呢其实来讲 它支持了一种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写css 东西必须都确定 也就是你写一个css里边的东西 20%多 因为它不支持函数 不支持那个什么 但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简单的计算 css里没法进行计算 你必须自己算好了 把它放进去 但偶尔如果我们需要计算怎么办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能引入less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里边的这个red black 我们不要了 然后呢我们希望在把它写在哪里呢 把它写在那个less文件里面 就是app.less 写在.less文件里面 写less文件里面呢 那么事实上刚才我也可以把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注释的这块拿过来 没问题 那如果是这样 它就跟刚才那个css没区别了 那我们不要这么干 那我就要弄点less的 要搞事情嘛 好 来个color colr 我把它放到两边 这是前景色 就是front嘛 我们就写个f就好了 我们不不不在那什么了 那么f的话呢 那么它是警号 我这故意留一个大写f0 正常应该是小写啊 然后是atcolor b 这是background 然后呢 我们再写一个警号000 好 这个写完这两个东西以后呢 这个地方的color 我就用变量来代替了 这是less里面能够支持的东西啊 其实你看它没什么区别 只是我要确定这个东西在我这能work 好 正常less的话 就是less这个东西 chrome也吃不掉 如果你用less的话 你也要把它编一下 把它编成一个 系统能看得懂的 所以它也有一个编译过程 嗯 background color 错了 colr background ok 那么整个这个东西出来以后 这就是less 那么我们如何使用less呢 嗯 使用less的状态跟着也一样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 还是这边你要去 呃 能够在loader里去配它 把它配成loader里面 这个地方是专门处理less test 点less 点less dollar ok 那么也就是说它能处理less的情况下 底下它要use use这个地方有三个东西 有前两个东西我们见过 第三个东西我们没见过 第一个是style 什么loader 这个我们见过吧 这是给直接给那个style用的 呃 第二个呢 是css 第三个呢 是什么呢 是less的 那做完这个东西以后呢 你除此之外呢 你还要再去配一下 你得安装东西吧 对我们要装less和lessloader 这么两个东西 啊 app这 呃 改完 app还没加 app要先在app里先加吧 它是加完了以后 然后在app.js里边要干嘛 要把它引进来 对吧 就是你不引它 它也不知道你在哪 对不对 所以import啊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点 杠 app 点 less 那在这点完这个东西以后呢 那么在这我们呃 要安装一下 安装以后这个东西才有 less 和lessloader 让它是杠地 安装 好 它一起认为这个warning啊 这个warning也比较讨厌 webpack 好 然后我们刷一下 它还是红的吧 因为我我我这没改啊 这个其实你可以你可以已经看到 这个呃 这是还是warning 这个warning 取的呃 还是跟刚才这一样 但是这是个大写f啊 所以你能知道是我从那个呃 新生成的一个文件里less 那个文件里来的哈 那么整个这个这个过程就都启动了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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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